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会看起来美丽健康又自信 所以良好的睡眠也可以叫做美容教 美容教 美容教却有其事 研究人员表示 比起睡得好的人 睡眠不足的人 显得没有那么光彩 照人 研究人员开展的睡眠实验结果显示 几个晚上睡得不好 便足以让一个人看起来特别的不好看 研究人员称 黑眼圈和种种的眼皮 甚至可能会让身边的人远离你 当人们表现出疲惫相识 素不相识的人会认为他们的身体状况不佳 而且不是很好接近 研究人员请25名大学生 参与了睡眠实验 其中有男 有女 志愿者在参与实验后 可以得到一定的报酬 研究人员向他们各自发放了一套工具 让他们带回家 这套工具会通过测量他们夜间的活动 以验证他们没有说谎 在原本不会睡觉的时候 进入睡眠状态 志愿者被要求连续两个晚上 保持良好的睡眠状态 一个星期后 他们被要求将他们的睡眠时间 压缩到连续两天 每天仅睡四个小时 在志愿者进行了好的睡眠和差的睡眠之后 研究人员分别拍摄了 志愿者们的素颜照片 接着 研究人员召集了122名 与志愿者素不相识的陌生人 他们当中有男有女 都住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 这些人被要求 看着志愿者的照片 对他们的魅力程度 健康状况 睡眠状况 睡眠情况和信任程度进行评价 研究人员还会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有多想跟照片上的这个人交朋友 这群人的眼力很好 如果照片上的人显得疲倦不堪 或者看起来很缺窖 他们魅力程度的分数便很低 据英国期刊 皇家协会开放科学报道 这些陌生人也表示 他们更不愿意 与那些看起来很累的学生交朋友 他们认为 这些人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来自卡洛林斯卡学院的研究人员说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这十分符合常理 一张看起来不健康的脸 不管它是由于睡眠不足 还是其他原因导致的 都可能会激活 其他人身体内躲避疾病的机制 换句话说 人们不想跟可能患病的人 待在一起 而那些看起来活力四射 身体健康的人 则魅力十足 首席研究员 迪娜·孙德林博士 补充道 我不希望这些实验结果 让人们担忧 或者睡得不好 偶尔睡得不好 没有关系 大部分人都可以恢复得很好 盖利·布鲁尔博士 是利物浦大学的一名心理学专家 即英国心理学协会成员 他说 对外表魅力程度的评价 往往是无意识的 但是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 我们能够从一些很小的细节 比如说 这个人是否疲惫 或者是否健康 来对他人进行评价 我们希望 我们的伴侣看起来魅力十足 充满活力 这个研究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它告诉我们 睡眠是多么重要 That's all for today The transcript and the text are available on my blog Happy learning, my friend I will see you soon 再见